第1章 期待黎明 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地平線 期待黎明 好,這樣子門應該就可以開了 開門! 我應該不知道從哪裡混進去了 動力電池 我拿到了 我可以去拿神裝了 不出所料他們在這 我看能不能先盡量暗殺就暗殺 好吧,我覺得我這隻手把不行了 等我喔,換一下手把喔 OK,好 換了一隻 之前只有左類比,現在連右類比都故障 被發現了是吧 喔 炸彈喔 哈,炸到自己 我殺到自己咧 哇 喔 喔 喔 對啊,香菇轉壞了 他右邊沒有反應 要退到幾次才有 啊 請假按殺吧 最起碼減少人數 有人騎,先等一等 不是哈 不是哈 被發現了 來喔來喔 愉快嗎愉快嗎 再來啊 動力煉池要變解主線才拿得到嗎 我才拿到一個 好像吧 我現在才拿到第二個 你說之前有錯過一個 電池全主線拿到好喔 我沒有辦法 炸肥你 我說我要省炸彈齁 就用了一大堆炸彈 好吧 用了都用了也來不及了 死之性死的槍 來吧剩下 剩下機器 很輕鬆 輕鬆 第一顆在前面劇情萬母可以拿到拿 忘了拿 要很後面才能拿 我就是忘了拿的那一顆 我沒有找到 我後來找到他的時候發現 他其實超明顯的 就是我拍照的那一個紀錄檔 我覺得好可惜 一邊向上一邊向下 一邊向上一邊向下 我後悔了 我後悔了 哈哈 是 這裡面好像又有新的資料 是終端機欸 感覺剛剛那個好像 我懂了他們 他們的訊息在傳給親人之前 會先被審核過 不准發送喔 不准發送 9th Mechanized Response Brigade Commanding Officer Lieutenant Fiona Morrell Unit Morrell continues to be adversely impacted by outbound engagements against the Pharaoh Plague especially when said engagements occur in sectors where civilian guard enlistees have been heavily engaged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fatalities suffered by civilian guard and unarmed civilians in these sectors defy description and witnessing it is generating a pervasive sense of hopelessness in the unit accordingly I once again request that deployments of the 9th MRB be temporarily refocused on facilities that are mission critical to Project Zero Dawn and once again I request an immediate update on the status of Project Zero Dawn's timeline 難怪不准發送 我就是先拿它一顆 還在那繞好久 這樣子啊 就你目前這個地區的電池的是 100%拿到 其他 都是解主線 需要自己注意一點 好喔 就像繼續軍中的信 一定要拆開來看的道理一樣 恩恩 這個也不能發送 欸 這不是一樣了嗎 喔 有啦 有一些不一樣 拜託你回心者 剛剛可能播錯了 很抱歉 我還沒有認識你 一開始發現 你現在還在那裡 到達人家 他們說他們是從你 但是他們不在聲音 他們不在聲音 不在聲音 拆開來看 放在一起 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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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暢疫 的衝突 的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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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我連我問 正真正的慘慘了 正真真的慘慘了 大概是准許 最日哪有個人會要怎麼拿在高處那 我也不知道 我其實沒有特別拿東西啊 我是抱持了一種拿得到就拿得到 拿不到就算了的心態在前進 但我還是會希望 盡可能找到資料 就是可以更了解這個世界 放心吧 電池無論如何一定都拿得完 只差如果沒有當下拿到 要花時間去充拿 好喔 我覺得我到達了一個滿中心的區域欸 我在使用控制台之前 我先去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 這是我剛剛下面的地方 我先看一下這邊寫什麼 機器人指揮部部署紀錄 2065年12月第一週 機密 回身作戰計畫 內華達州雷諾平民守衛和裝甲部隊 與大西洋西北PN12機群先鋒軍交戰 會戰於0600開始 隔日2100撤退收場 回報軍力損失超過40% 應景作戰計畫 維吉尼亞州 維吉尼亞州深安多亞谷地 第12旅機械應戰部隊 由平民守衛支援 與東岸機群ES-17 進行後方守衛戰 會戰於0800開始 大約1400節時 第12旅機械應戰部隊 回報防線已遭擊會 獲得授權引爆SATEC設施 對ES-17機群造成重大傷害 第12旅機械應戰部隊殘存部隊 撤退至亞克倫 克里夫防線 這些機械這麼強 為什麼我有辦法一隻接一隻 用弓箭打倒 一定是因為他們太先進 都不在用弓箭 他們用弓箭他們就會贏了 衝撞作戰計畫 俄海爾州亞克倫 第9與第10機 旅機械應戰部隊 由持續空中攻擊支援 攻擊正在為東岸ES-18機群 補充燃料的 荷魯斯級巨泰坦 會戰於0400開始 22200擊殺巨泰坦 會戰結束 此為第9機械應戰部隊 第三次在傷亡極少的情況下 擊殺巨泰坦 看起來第9旅還蠻厲害的 應戰部隊 應戰部隊備戰狀態 第三旅機械應戰部隊 於代打作戰計畫行動中 拒絕於潘薩克拉卡拉哈西訪線部署的 召集命令 軍法審判程序已開始 第7旅機械應戰部隊 自紐約會戰區召回 以強化威奇塔戰場備戰揪 第9旅機械應戰部隊 在美國機械指揮部 重整裝備中備戰就緒 第10旅機械應戰部隊 自家海調製 資料損毀 因為主角關懷 不行 這個一定要吐槽 不接受主角關懷 這邊是不是還有路可以去 我先用中控台好了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切條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